就在門棒與門框之間 一條大蛇被夾在其中 蛇動彈不得 居民見狀也安兵不動 是民眾報案在那個門上 門上有一隻黑莓警蛇 民眾剛要出門遛狗 然後才發現上面 已經出門了 然後結果蛇被夾在那個門 他剛好開門 然後門他會自動回彈 就被夾在天門上 捕蛇大人觸動結尾 讓這條夾門之蛇可以脫困 居民也鬆了一口氣 讓目擊者驚呼伸不斷的 就是這條蛇 在滾燙撲幼路上爬行 面對捕蛇家的攻勢 試圖逃離 失序就在夏天 天前炎熱 蛇觸摸的案例增加 捕蛇大人出任務 公寓算七世 比先利七起 捕蛇加上黏上泡棉 達人捕蛇也考量不要傷蛇 決定在工具上 做上防護措施 氣候變天的問題 極端氣候影響 然後雨水也比較少 然後相對於他們的食物量 也會有受到影響 然後包含天氣過熱 然後也比較容易讓蛇 會想要跑到民宅去避暑 好 讓達安秀出捕蛇撐過 這一條紋路華麗的黑莓井蛇 拉長一看 身長比達人的身高還要長 夏季蛇出沒 恰巧達人兩度捕獲 堪稱最美麗家蛇的黑莓井蛇 也提醒看到蛇 莫及莫黃莫害怕 冷靜通報 讓專業的來 三連新聞料理的十一回聲明